台风来袭 到处灾情平传 狐狸猫和小树蛙的学校团的招牌都掉下来了 风灾过后 学校请来吊车 准备把招牌升起来 挂回三公尺高的原来位置 此时旁边刚好开过一台堆高机 两人讨论着 如果要吊起招牌 该使用吊车的招牌 还是吊高机好呢 既然是相同的招牌 那么不管是吊车还是堆高机 需要施力提起的物体质量均相同 若招牌等速升起 此时合力为零 吊车与堆高机 对招牌的失利均等于物重 再比较招牌受力的位移 也就是升起的高度 吊车与堆高机 把招牌抬升的高度都是三公尺 在两者失利相同 位移相同的状况下 做工也会得到相同的结果 你答对了吗? 小树蛙觉得困惑 想知道做工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讨论做工是为了了解物体的能量改变状况 虽然招牌受力后还是招牌 外观没有改变 但它的位置从地面升起 高度被改变了 招牌随时都受到地球重力影响 所以要改变招牌的高度 我们必须对招牌失利 抵抗重力影响 而这个失利做的工 转变成能量储存起来 相反的 如果今天招牌掉落 将会受到地球重力影响 将储存的能量 转变成另一种能量 这就是做工导致能量转换的实力 所以 工与能量是息息相关的 但是 吊车与堆高机 虽然做工相同 但是哪一种才是最有效率的工具呢? 高效率是做工所需时间较长的 还是时间较短的 同学们也一起思考看看吧 当吊车和堆高机做的工相同 时间越短者 功率就越高 代表效率越好 同样时间可以做更多事 堆高机耗时一分钟 比吊车的两分钟短 因此堆高机的效率较高 你答对了吗? 做工的效率与时间有关 可以透过功率来表示做工的快慢 其意义就是 单位时间内所做的工 效率高 代表做工相同时 所需时间较少 或者是相同时间内 所做的工比较多 而功率的单位根据意义 可写作焦耳除以秒 J除以S 亦可称之为瓦特 W 这是由于18世纪英国科学家瓦特 经过十几年研发出具有效率的新一代蒸汽机 直接推动了工业革命 大幅改善人类生活品质 为了纪念瓦特的重大贡献 以它名字作为功率的单位 做工的定义为 对物体失利 乘以与失利方向平行的位移 情境中狐狸猫和小树蛙 等速搬动一样的教材 所以两人搬动重量一样 对教材的失利相同 位移大小 也同样是一到三楼的距离 不同的地方是 小树蛙从一楼搬上三楼 使教材的位移 与获得的失利同方向 对教材失利做正攻 狐狸猫则是从三楼搬回一楼 对教材的失利与位移方向相反 所以对教材失利做复工 但两者搬动的重量 与移动距离相同 因此不论正攻、复工 做工数值两者相同 你答对了吗? 情境中两人做工大小相同 但是做工时间不同 所影响的是功率大小 假设对教材失利六十牛顿 一到三楼高度差六公尺 小树蛙对输失利方向 与位移方向相同 做工为三百六十胶耳 狐狸猫则是对输失利方向 与位移方向相反 做工负三百六十胶耳 要求出功率 需将做工除以做工时间 经过计算 小树蛙做工为三百六十胶耳 除以三百六十秒 功率为一瓦特 狐狸猫则为负三百六十胶耳 除以一百八十秒 功率为负二瓦特 狐狸猫帮大家归纳几个重点 第一 推动物体时 物体所受失利大 位移大者 所受的做工较大 所需提供的能量较多 第二 功为纯量 没有方向性 正功 复功 仅表示能量变化的形式 正负并非大小关系 第三 功率是指单位时间内的做工快慢 在日常生活中 功率可以帮助我们 比较不同领域的能量运用效率 包含了马达输出功率 空调系统效率 灯泡耗电功率 热功率等等 同学们 功与功率关系 紧密但又不同 你能正确辨识它们吗 狐狐狐狸猫 将今天学到的知识 做了一个重点整理 做工 可使不同形式的能量 互相转换 功率就是单位时间内 所做的工 可表示做工的快慢 一瓦特等于外力在一秒内 对物体做工一胶耳 最后 和狐狸猫与小树蛙 一起来脑力激荡吧 也可以先想一想 再与同学和老师 一起讨论哦 狐狸猫推动 在着全班餐盒的推车回班上 狐狸猫对手推车的水平推力 为20公斤重 在湿力过程中 水平方向总共移动了15公尺 花了一分钟的时间 请问狐狸猫对手推车 湿力做工的功率 因为多少